王者下赛季将推出全新客机系统 看完差点没把我给活活气死 第一 王者将推出无双威蚀和荣耀威蚀两个更高的贵族等级 就是要让威蚀玩家直接原地敌人两等 要想升级无双威蚀 首先你得在盖版威蚀的基础上 再获得99999的流光积分才能升级 每消费一点卷就等于一流光积分 有效期只有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的收费记录是不计算在内的 也就是新的贵族系统上线之后 每年最低消费一万大元 小王你是真敢要啊 然而所谓的荣耀威蚀就更离谱 说白了 就是在所有的无双威蚀土豪里 挑选出全国消费前5000名的豪宗之霸 课金都刻出榜单来了 这以后那些课金大佬强要上榜 不仅要花钱 还要跟国标选手一样 得半夜偷偷手榜 这简直是个无底洞啊 然而当把课金属性都发挥到极致的玩家们 会得到这些什么 除了那些没什么卵用的召唤师技能皮肤 匹配界面皮肤 加载界面皮肤 召集消息皮肤 组队邀请皮肤之外 我们还能得到贵族传承系统 好家伙 何者我花那么多钱是为了给别人买皮肤是吧 如果你以为本次更新只涉及到课金大佬 对威克玩家毫无影响的话 那就大怒特怒了 战令系统 从每年4次改成每年6次 新人皮肤也从进阶版放去了点藏版 身价直接从388升级到988 以前花4个月慢慢就能磨到手的80级战令皮 现在两个月你就得速度干完 不仅要磕我的金 还要磕我的命 王者策划四财游命的本性彻底解放了 从无双限定皮肤到无双衣食贵族 我一直没想通为什么小玩要一而再 再而三的挑战玩家们的极限 直到最近铺天盖地的圆梦之心 我终于明白了 可哲格德西王者玩家的血 仰天美手公主呢 外部的异常发布会5000万 说半就半 只要从王者荣耀里找几百个衣食玩家出够了 生态奖励都14亿 合作预算还无限大 咱没看见对王者荣耀玩家这么大方呢 游戏要赚钱可以 但不能没有底线 也许王者对策划来说不过是赚钱工具 但是对我们玩家来说可是集体回忆 青春留念以自足 但看看你那越做越烂的惩罚机制 和越来越刻的消费体系 我真的想对你小王说句掏心窩子的话 如果你正视不了玩家的意见 那就请你收回要钱的魔爪 为了你那天美小公主 吃相那么难看至于吗